朋友们玩今天的天气 大部分的平地都是相当晴朗炎热的状况 就连午后阵雨在山区范围也很少 所以天气大致上都还算稳定 那未来这几天的话 明天可能在清晨的时候 中南部会有一点午后 中南部清晨的时候容易有一点阵雨 那白天大部分也是属于晴朗炎热的状况 礼拜四开始这个午后阵雨 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那目前户外的空气品质 在中部到竹苗 还有北部有些地方都是来到了黄色的 但是虽然没有绿色好 但是还好也是黄色的普通而已 空气品质也不算差 那至于今天降雨的状况 山区零零星星的 有一点午后的热对流带来的降雨 最多大概就叫二十几到四十几毫米 所以可以看得到今天降雨热对流 发展的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那气温方面感受到都比较高 大部分地区温度又比昨天高 虽然已经来到了傍晚了 但台北市区还有三十五度 那之前就提到说 温度最高的七八月份 八月份还没有过 只不过最近这一阵子 早晚特别是清晨的时候 温度没有那么的高而已 那至于地面图上面 三三台风逐渐的接近到日本的九州 不过它往北转今天的速度相当的慢 几乎是在原地这边打转 大概往北每小时四公里到五公里的速度在移动 未来侵袭到日本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因为它速度比较慢 这整个地下带还是在比较北边 太平洋高压是有稍微伸展到我们台湾这边过来 但是不是那么的强 到了明天呢 感觉上这整个地下带好像把台湾给包含在里面 但是最主要影响的位置还是比较偏北边 对台湾而言影响并不大 可能清晨的时候 中南部会有一些对流雨发展起来 带来一些局部性的震雨 白天大部分也是晴朗炎热的状况 到了礼拜四西半部这一带 碰到午后震雨的机会就提高了 那至于这一个三三台风影响到日本的话 对日本而言的话 比较担心的是这样子扫过去 从日本的西边扫到日本的东边 我们来看一看它未来移动的这个路径 往北的方向移动上来 看到了这个29号明天的清晨的位置 大概差不多在这里 等到了这个礼拜四在这一边 礼拜五在这一边 礼拜六在这一边 礼拜天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从日本的西边一直扫到东边 当然看要去日本的什么地方 如果在日本的东京跟大阪的话 明天当然不会有影响的 甚至到礼拜四的时候也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影响到这个日本本周这个东京大阪这一带 大概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当然来到这边的时候 它的强度会是比较减弱一点 所以整个从西边一直扫到东边 这个是礼拜四 礼拜四的位置 然后礼拜五的位置 礼拜五的位置大概在这里 礼拜五大概在差不多 四国跟九州这附近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 要去日本的朋友还是要注意的 那至于说跟台湾有关系 外面的云层影响倒是比较少 主要的云层就看有没有对流云 在台湾这边发展起来 有许多的资讯说 这个台风下沉气流到我们台湾 台风离太远了 下沉气流没有这么远 它的下沉气流范围影响不到我们台湾的 只不过热对流今天发展的 比较没有那么的旺盛而已 那从这个雷达上面 我们看到了台湾这四周围的云雨区 中午山区还是有点热对流发展起来 主要集中在山区这一边 外面的云层影响不大 所以气象鼠预估晚上到清晨 上中南部沿海有机会下一点雨 明天白天主要的午后阵雨在山区 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清晨 可以看得出来中南部有短暂雨的 礼拜四的白天西半部的平地 碰到午后阵雨的机会慢慢就提高了 所以整体而言的话 西半部这边的降雨主要是清晨 可能会有一点局部的短暂雨而已 白天还是晴朗炎热的情况的